加油!小市长欢呼呼呼呼呼! 加油!市长欢呼呼呼! 市长谢果良在仁爱国小体验投篮 现场小朋友响起欢呼声 第21届SBL继第19届WSBL超级篮球联赛 4月12号起连续两周的5、6日 在基隆体育馆开打 市府为了推广篮球运动 学生穿制服或持学生证都可以免费进场观赛 同学们都相当开心 欢迎来基隆! 我觉得谢市长上任之后有很多很有活力 很年轻化的政策 包含市长刚刚有提到 去年Plus League的热身赛 就因为市长的关系到基隆来办 那今年算是SBL21年来第一次到基隆 那我觉得对基隆对篮球来讲都是一个 这个划时代的创举啦 那非常感谢市长给篮球协会这个机会 这些有机会可以去看篮球赛 听说穿制服什么都就是学生啊 市政服都要请大家去看 那你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免费的篮球赛 怎么样 很高兴SBL的球星来基隆比赛 谢谢市长市政府 可以增长到更多球技 然后学习更多比赛的一些技巧 你自己有在打篮球吗 有 平常放学后或者下课都会来打球 他觉得打篮球的好玩的地方在哪 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而且还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我们主要是要来宣传从明天开始五六日跟下一周 四月十九号的五六日的这个SBL跟WSBL在基隆举办 这个六天的这个比赛的精彩的赛事活动 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跟学生朋友来参加 学生朋友凭学生证或者是学生制服就可以免费进场 基隆市民也有半价的优惠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以来很努力的 要把更多更好的体育环境 尤其是篮球队要引进到基隆来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持续的还在努力中 继续提升我们基隆市的体育品质跟体育赛事的成绩 是我们市府最坚定而且最要执行的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也会在未来继续的把这些工作做好 但是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积极的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基隆来看我们的SBL跟WSBL 仁爱国小在基隆市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荣获国小男子组篮球冠军 国小女子组篮球亚军 因此这场赛事开打记者会 市长谢国良跟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 副处长徐燕丽 及仁爱国小校长陈立国 和现场的小朋友们一起跟直篮球员相见欢 那我也特别跟各位小朋友说一下就是 基隆其实有出产过非常多好的篮球员 那林志杰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记者会中出身基隆的球员也分享 很高兴能回故乡来比赛 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比赛这样 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比赛 感觉是雀跃还是紧张还是 现在的状态还是平常心 是蛮雀跃的 然后就是也很高兴 也比较兴奋这样 但是呢总之运动运动真的都是很好的 那这个 我自己有时候也喜欢玩那个投篮机 投篮机也是可以有一些运动体力 那当然打篮球也很好 大家都 我们都积极的在各项的运动上做出好的成绩 也把更多的体育环境带到基隆来 这次SBL基隆赛事 比赛前一小时开放入场 学生评学生证或穿制服免费入场 在市长谢果良的争取下 基隆市民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半价优惠 欢迎民众踊跃上网订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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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